欢迎来到OttarChannel,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这里是OttarChannel,每周讲不同的话题 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资讯栏 请多多来光顺 我们上次讲完PS2年代的各种奇奇怪硬件问题 技术狠的问题 是时候论到 曾经是罪狠的大捕 如果讲PS2的锅是隐藏于城市之中 PS3的问题就大家玩家肉眼可见的大捕了 我不知道大家在听我上一集之前 知不知道PS3的问题 但我亦相信经历过那年代的玩家 一定知道PS3有多大问题 这个真的不用我说 是物理,因为PS3第一代步几大了 是真大 大、重、贵 当然不要跟现在PS5比,现在PS5已经不算大,是超离谱的 整个电脑这么大 但PS3的年代 它是大步的 好像很古老的DVD机那样的大大 一大件又重 我那部机摆在这里 千万不要抵上脚 脚趾一定断 不过 它依然还有一个记录 暂时都没有人破到 虽然只要看你定义 主流主机开销的时候最贵的记录 当然我知道有贵过它 譬如当年的Elio之后 那些边旁小杂 还有些是比如PSX 那些基本上不是主流的东西 看主流的东西 它发售是最贵的一部 不过这个问题就是 其实就算买到这个价钱 它也是虚忍到抽筋的 当年是有人计算过 它新机的时候 每部机的生产成本 只计新产成本 它买的时候好像买6万日圆 每一部要虚100% 即是成本是10万日圆以上 我不知道它怎样搞出来 现在就开始告诉你 它怎样搞出来 第一 第一,在它发售之前 大家应该听过很多那些吹嘘和宿骨市 就是推行PSX3的CPU 当初是没有GPU的 当初的想法也是CPU一个做了 所以它当初是设计的时候 Sony主要是九多亮 九多亮目见所谓的PS之负 当初的设计是加强CPU的浮点运算性能 然后让它可以兼任GPU那份 这个完全是历史的大势意行 当年为什么会出现GPU 为什么会出现专门画面去做的东西 就是因为浮点运算 就是弹球要快 不复杂 良多的运算 CPU做是吃力不讨好 这个就是浮点温算问题 所以一个专精于浮点的温算中心 即是GPU 就是变成非常必要的东西 虽然你将它二合一了 E加GS也好 你尚且都懂得分开两粒东西 现在你又将它砌在一起 逆力思而行 结果就是后来就发现不行 它又浮点运算性能 完全满足不了它应该要有的功能 即是你作为一部PS3 即是一部PS2的往后世代主机 我不管你后面是怎样架构性 你最终3D的运算能力 怎样都要强于此一代 断倍计才对的 但是SELL设计到一部就已经发现 不成功 不成功 结果是要SELL设计说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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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一部CPU 继续一部GPU给你 然后它还想着自己开发 它是想着自己开发之后 搞了一段时间 都发现是不成功的 在这个时候 它才想 都是死死地找我去换 这个PS3的开发 大概是2000年到21年左右开始出现的 或者是这个SELL的开发 它是拖到2004年 才死死地找NVIDIA 有些人说是NVIDIA坑了它 第一在价钱上肯定坑了它 但是在性能上 NVIDIA是交足货给它 最少是根据隔方的要求交给它 问题就是那时候2004年 我提醒各位PS3是在2006年出刷 这个2006年就要量产原在街上卖的东西 2004年才跟我说要切鸡 是切鸡呀 切鸡线到那个 虽然NVIDIA也是给它坑了 不过有这样的隔方就要有这样的月方 你明白吗? 一个月打一个月 你给了这样的条件就给钱 所以对NVIDIA也是很大的挑战 有人说为何说NVIDIA坑了它呢 就是因为它那一粒 我忘记是型号是多少 实际上是多少 是一粒严格超货版 有部分地方是少了的 但是在频率上面和某些地方 性能指标上面是加强了的 这个东西就很有趣了 但是这个锅呢 有些人就把这个锅 甩掉给老王 说是NVIDIA坑了它 但是 根据我最后看出来 未必 这个思路又是九多良的思路 它当年E加GS的玩法 就是我的锅 浮点运算力这么强 虽然做不到完整的显示核心 但是我可以帮你搞的嘛 所以在它给NVIDIA的要求里面 在某些锅做到的浮点运算上 一大刀一大刀一大刀 它当初想的对方就是 我锅帮你做部分东西 那你就在这方面可以严格一些 在其他方面就可以加强了 理想后分文 现实很骨盖 结论呢 但是不好意思 那部分锅是从来没有帮你手 以我所知 说不定有很厉害的游戏作者可以做到 但是一般依然是做不到的 结果搞到WU是非常奇形的 那个GPU 你想想NVIDIA 它也做了这么多连设计卡 它搞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会出问题 很明显就是隔方的问题 它出来的要求那么奇葩 你隔方要求是这样的东西 我给你要求的东西 不是我的 这是你的问题 这是你的要求 所以为什么搞到最终PS3 无论是CPU就算了 没得对比 那个GPU 是可以对比的嘛 理论上的性能其实是强于 Xbox 360 但是它的画面 几乎只能跟人打个55开 这个也是Xbox 360最红年代的 最威风的 因为当时一来多个游戏出 二来就是它的性能亦都真的差不多 看出来画质 大家表现其实差不多 大概早半年出 对呀 好像早接一成年 当时如果不是有三红问题的话 Xbox 360基本上是一个相当正的主机来的 我刚刚在想你说它很红的时候 我以为你想说三红的卡 三红其实是一样东西 因为多人买 这个问题才特别明显 不止了我讲360刚才先说 我先继续说回来 Sale这个部分兼任Display这个光荣传统 之前有玩过的 跟它在EGS是一脈相承 而EGS本身去了哪里 在PS3里面 这个也是我们上集讲的时候 也提到少少了 就是它当初本来没有打算的 为什么 因为久多也认为 Sale这么强劲的性能 就算架构不相似也好 我完全可以通过暴力编译 去模拟回PS2 所以它当初是很早就要求了 Sale要模拟回PS2 问题就是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侧袋 结论就是 Sale就算谷尽全力 都模拟不到PS2 它又要将个早存加法 又要拿出来 那我唯有将PS2塞进去 EE加GS塞进去 但是问题就是刚刚上集的看到 这个是后来追加的 所以它的连结是非常轻度的 可能有两个考虑 因为当初PS2为什么会这么深度 跟上一代的MIF的CPU连结 是因为它直接把它设计进去 蓝桥的部分 但PS3第一是后期加入它 第二我猜的就是这个是猜的 它很可能想想着 这个是过度措施而已 后面的事实也有 除了第一版 是一个完整的EGS之后 它后来出欧洲版的时候 就已经将GS斩了 只剩下EE 因为DISPLAY的部分 其实你大可以给RX 就是S做的 即是AVIDIA那一粒 这么粗去做 问题就是 如果你是EE加GS的话 我完全可以将PS2那一粒全部放进去 但是这样粘一半的话 我写游戏的字就怎么办 又是拿来坑开队友用的 开发商叫苦连天 你要用一粒EE 再加个RXS 所以你有没有想到它的支援 是多么大问题 坑死人了 最后它就直接将EE斩了 就纯粹从商店做出来 可想而知就是 很多现在不是说的特殊晶片特殊设计 是非常多PS2的游戏 根本在PS3走不了 本来他们答应过 最终会全部支援向下兼用的嘛 但这个承诺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 最终就是有一堆人 玩不到就是玩不到 就算现在 就是PS5所谓的 玩回旧游戏 PS3也是特别麻烦的 如果它是 某个Pen才有得 可以玩回旧游戏 还是有部份的 不是全部的 这个除了版权问题 亦都关键 或者PS3 奇葩之极的结果 先说它的CEO GPU就没什么了 基本上就等于NVIDIA那粒现成产品是没有改版 现成产品改版 先说一下 在console机里面 现成的晶片改是主流中的主流来的 无论是当年老任Famecon 我不记得是改哪一粒 我曾经记得到的 现在忘记了 都是用现成的某粒CPU 他们觉得这粒正了 价钱、性能、功耗那些东西 对我使用了 他就跟那间厂说 我想采购大量采购这些 百万千万计 你重新设计一个 跟这粒相似但某些地方要点点点点 适应游戏专家的性能 所以都是为何这个游戏 专门的游戏机 价钱可以比同性能的PC便宜那么多的原因 因为它 因为它黏了很多 不需要的东西 在游戏机上很需要 游戏机让源不需要的功能 因为电脑的U 本身它除了游戏机 它还有其他需要的东西 但在游戏机上 它不需要的东西 要把游戏机 把游戏机夹在游戏机上 让游戏特化U 价钱便便宜 性能便宜 不是为何 现在家用PS5 依然性能比同一级数 即是大家5000元的话 PS5就绝对压倒性 你5000元的游戏机 但这个例外的例子就是 刚刚我们上一集提过 Xbox Xbox因为最后现成的CPU 它的成本其实是居高不下 即是它的成本和PS3有点相似 买一部就虚了 即使一部$299美元 它是成本$600 Xbox刚刚出现 虽然Microsoft给得起 这个例子是说 但是 当年是因为这样 搞到它的成本是很贵很贵 这个大正常厂商可以不这样做 但是Xbox是走投无路的 三间大厂也不理他 刚刚说 Sell的独特私性 现在这个时候看起来 都是非常不可思议 理论上有人叫它9核心CPU 因为它是一个主处理器 再加8个协处理器 协处理器 C6说它本身 它和这个多核有点不一样 因为就算现在 哪怕现在CPU会有大核小核 甚至超大核 它就算是一个小核都好 它是一个可以独立完成它所有做的东西 譬如你 电话 尤其是电话 所谓叫高效核心 和省电核心那种 因为它相对比较看电源 所以它的小核 有时候只是有小核 它在待机或者低功耗的状况之下 是会认识大核它只是由小核去运作的 小核依然是可以独立运算的 但是CELL的架构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粒完整的核心 再加8个残废的 或者是这样的 它运算能力上 它其实是强过主处理器 理论上 但是它没有主动 它只会计算 你可以这样理解 它一个只会计算 但什么都不用解决问题 或者你当作一个工厂为例 一个主管会决定 你要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如何 如何铺排那些东西 一个主管要计算 但是真的是落手落脚做的 不是它的 它是找一些工人 很多工人帮它叭叭叭叭叭叭 那些协处理器就是那些只会盯闯闯的东西 你真是说大家一起落手落脚去盯闯的东西 他们是甚至更快于主处理器的 问题是它们不会去决定要怎样盯闯 什么时候盯闯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找到主处理器 而当初设计的时候 为了折省成本 是为了折省成本 还有降低功耗 它做了妥协的决定 原本不是这样的 各个协处理器之间是不懂得沟通的 现在的CPU多核也好多CPU也好 CPU之间是懂得沟通的嘛 你计这个我计那样的东西是怎样做的嘛 它不是的 所有东西都是要问主处理器 经过那条小到爆的线 结果就是塞车塞到刺巾 据传 到后来开发游戏的时候 我忘记哪一家大厂 总之是相对比较大的大厂 在说好像Sega 是不是Sega 总之是一些技术力著称的游戏大厂 有说过 它的CPU协处理器 开到第三粒打后 没有性能增长 超过三粒的时候 第四粒开始是活性能倒退 那要那么多? 不要问狗多量 就是 狠狠设计 狠狠狠 这个当年我已经听过了 我认为狠狠 这个设计的奇葩是很奇葩的设计 而这个原因是要介绍我们的真猪队友 虽然Sony在硬件开发上 没有少做过猪队友 但是真猪队友 这个IBM 曾经的蓝色巨人 曾经在那个年代 在我们小时候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IBM就是等于电脑 在八十年代IBM就等于电脑 刚刚出现时所有手机都是IBM的模仿抄袭品 IBM是competible PC 当时的实际就是这件事 甚至是现在说Intel也好 苹果也好 那类所有电脑重都是抄它 最初 都好 但是那时候它已经退出了交用市场了 最后就是剩下Apple的市场了 虽然Apple后来就换了Intel第一次了 没办法了 因为当时IBM的608真的不准备 你想一下这个时间是 你记不记得这个时间点在哪里 但IBSP可以发展 IBM是猪队友的猪动作 真是非常上次多 猪都算了 还要不老实这一下才坏 首先 找是Sony首先找IBM的 原因就是因为Sony最初找东芝 就是想做Sell的架构出来 东芝就说 大佬我来打仗油 你不要想到我那么厉害 为什么会找它呢 有传 就是因为它之前是BS2和BS 都是用MIC 那间厂 那间厂应该已经摘了 就被一间公司收购了 那间公司叫东芝 所以它对初就是想 你收购了它嘛 你处理了它 东芝就说我没有能力 大佬你这个设计这么宏大 我怎么搞得了 那时候就是找到当年 都其中一间最强的 CPU 制造舱 IBM 那个年代就刚好是Apple用IBM的末期 还有 那时候那个时间 虽然在家用电脑 它已经几乎要 那时候已经被人严厌的了 又热又慢的了 那个年代人家已经走两三击 那时候 一击都没到 都可以搞出来的 不过就算了 但是它在伺服器的 设计生产方面 依然是业界最强没有之一 那时候 既然你这么厉害 我没有找到一些强壞的公司 蓝色巨人没有写的 当初是这样想的 大概是这样的 结果就是 如果你现在知道现在IBM掌心的样子 你就知道 你坐沉船 无论是船要沉的时候你才上去搭 还是你搭沉了它也好 总之就是在它滑落得碎 迅速的时候你上船 这个上船时机 真是 无论得撑 我找到它 IBM作为一个做伺服器 最出名 曾几何时最强的人 他当然是接了这件生意 没关系 你说做我就做 死明赔瘟子 没关系 刚才说了 三方都要付钱 还有出技术 它当初开发的时候 其实最初的版本 是要更要劲点的 当初第一个设计当时 设计出来是 四个主核心 再加32个协处理器 是一个超大规模的 CPU 这个也有问题 就是 其实IBM 第一样坑队友的地方就是 它当初设计这个样子 根本是用来做伺服器 伺服器本身是 大量的用户 同时的处理大量的资料 本身加入 SERVERU和 家用游戏机的U的用途 根本就完全不同 你没可能找 将一个开发SERVERU的公司 开发家用游戏机 大佬 这个就不知道是 哪个影响哪个了 因为九多梁当初 那次计CELL那时 有没有留意过CELL这个字 即是CELL 除了解电池之外 电池的一粒 组件 最重要的是细胞 当时有部分是直接叫细胞核心的 我不记得这个是官方还是其他物件的中文名 总之 是有叫它的细胞核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它想着 一粒U是可以跟其他U去协同运算 结构想着是这样的 所以 这种结构其实在SERVER界是很常见的 最常见就是大家同步运算 我忘记大家重记不记得 这个挖矿也好 即是那些计算蛋白得截叠也好 是很长用这种结构的 就是一个部分是负责派的 一部分是负责计的 如果你做过你就知道 蛋白得截叠的那些 这部电脑只是负责计的 要继续什么 全部都是远端的一部东西去告诉你 你要继续什么 结构是不是好像我刚才所说 主处理和协处理器的 运作模式 就不知是谁影响谁 当初九多梁提出这些东西之后 IBM说对 正好一拍即合 伺服器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它当初用这个伺服器的思路去设计 你又不可以完全将责任归咎于 IBM就是坑害了Sony 你当初这样要求的嘛 一句远打远挨啦 重复你那句 等于 我成世人都没见过你这样的嗜好 就是大人出大合你打我一笨 你说的 大家听着 他说的 他说要伺服器的 IBM就非常高兴 顺利成长地用这个思路去做出来 结果 结果发现就是 测试版的 CPU 那粒 4加32核心的CPU 多出出来那时候 他要求 核心的频率 是4G 他就说大部分都可以去到4G 甚至有部份加电 可以给电超下去 可以给到6G那么高 这样啊 那挺好的 那粒CPU的功耗是多少 一匹 一千粒 蛤 那你明白为什么要淹了 一千粒啊 是说的只是粒CPU 要吃你一千瓦 和你那部电源 就是一个电暖路 为什么 那个年代伺服器的CPU 是这样的 不然为什么要上水冷啊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风度啊 为什么要这么强劲啊 现在的伺服器的CPU 其实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吃电的 因为他不需要考虑电源 电力的问题 不是为什么AI 因为AI吃电 就是AI需要大量的运算 而大量的运算 需要大量的电 它不会跟你想着省电的问题的 但是问题是游戏机 你不可能 游戏机 又是家用游戏机 是不可能不考虑 散热和电力的问题的 大哥 一千瓦千瓦 大家还用这么多电 所以结果就是 而价值也很恐怖 所以他要 为了塞到PS3里面 他开发出来的 开发4核心版的shell 是还一回事 他最终塞到PS3里面 因为那时候 正在开发 shell这个架构 而不是 开发 PS3 CPU 所以他最终就是 我弄一个大的 然后缩小它 就行了 这东西在 CPU那届 从来 女士不爽 永远丑 就等于我们讲 Intel现在的 移动 在新架构之前 最新的一个我知道 很漂亮 在之前 我们notebook display 是热到辣着的 你家里有个webbook pro 为什么会辣屁股 大哥 他用一粒desktop 去过压 过压 去设计用 当然是热辣辣 当然是吃电的 这东西在伺服器 缩下台式机 或者是 加控器 和台式加控电脑 差不多 这东西是一样的 在伺服器可能还堪用的 热量和功耗 落到电脑上 就会变成 性能散弱 但是热力和功耗热到爆炸 还要顺便再加到 价钱爆炸 就是 因为这样 所以他唯有就 开始做阉割 这样就 这个恐怖的开端了 可不可以这样的 就算了 他斩了两样东西 再次开创一次历史的道车 他斩了分支预算和乱罪执行 分支预算和乱罪执行 乱罪执行就简单 简单说就是 有什么做什么 核心 运算的时候 有什么任务来 首都拿来就是 效率会挺有高 但是缺点就是 发热会比较高 功耗会比较高 分支预算就比较复杂 你听回我们 忘记了哪一次 讲M1的时候 有提过这件事 分支预算ROB 这些什么东西的东西 总之你简单理解就是 斩了这两样东西 会令到发热大幅下降 用电发热会 同一回事 用电等于发热 这个能量收行定律 用电和发热会大幅下降 各大问题就是 它会令到它运算会满转多 还有很多各样的开发困难 因为原本是一个八足那么多爪 很多手捉手出来 去做的 现在变成只剩两只手 你要一个一个来 所有东西都要逐一做 你想想 只是分配任务 这东西都可以分死它 它是这样的架构 所以为什么它会不断地下收它的性能 因为最初什么模拟地球那东西 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因为当年那粒设计出来 4加32核心那粒 完整版的键 它的运算能力 大概有1T的Full 而当年 差不多时间的 第一部超级电脑 有4T的Full 多少是几倍的 而那时候的超级电脑 已经可以做到地球的气象 全地球的气象运算 大家知道超级运算机在AI出现之前 或者是AI兴起之前 最主要用途就是计天气 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 因为牵引发动全身 所以非要非常强大的运算力 现在也是在香港天文台 一部全香港最强劲的超级电脑 就在香港天文台 就是用来计算我们的天气 你经常说不准准那个天气 就是用香港最强劲的电脑计算出来 都像这样 当然是现在 所以当初 说有超级运算机可以模拟全地球的天气 是真是新闻来的 科技界的笑 而他们为什么九多梁可以吹出来 说可以模拟地球呢 是这样走出来的 就是说你一部有4T 那我几部连起来就和你差不多了 是这样的 他的邏輯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会不断地缩水呢 一来就是 销售的开发 理论性能不断要下收 由理论性能变成实际性能 要下收 然后由4主核心变成1主核心 这个又要再下收 然后因为它跑不到4G 稳定地跑4G频率 理论上销售是可以走到4G的 问题就是可能你要 万中跳日 要跳CPU看 大家应该听过这件事 不是粒粒CPU可以跑到很高频率的 有些要低一点 但是如果你全部都要4G去做标准的话 即是3G以下的全部都要扔掉它了 这个我们说M2的时候 也是Apple的时候 都有提醒Tim Cook是怎样可以令到它的 限月限夜 令它不良品 这些刺残刺品 尽量减少它 如果你将标准提高的话 就等于提升不良率 这个也是等同的 所以它又要由4G再斩到3.2G 还要不是一直走到那么高 这样才可以勉强压住它的功耗 就是它经过一而再的大幅缩水之后 Cell的性能由它原本理论值非常之丰满 几部机就可以顶到一部超级计算机 去到最后面 扔到电脑已经算你收到 我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 最最终说Cell的性能就是 不弱于P4 我朋友在那里吐槽 当年的吐槽 我看到这个P4的性能 如何进步 当年 可以模拟地球的性能 最终是告诉你 不弱于当时 因为当时已经在讲Pan D的年度 这个理论上叫做九核心的CPU 就是各种的问题 走出来就是因为当初上得太大 最后面要不断地斩 加东西容易 斩东西的困难 你一斩 牵一发同传身 而这个这么独特的结构 你想想到要开发它游戏 杀烂了我 但协助PS2的余威 还是多人买的 真的 PS3其实有一个挺尴尬的 在市场领域时有一个挺尴尬的 说好买 它其实在这么多代理说 算是挺不好买的 相对 有比较的伤害就是 它也挺不好买的 这部机器大步 又重又热 麻烦 不知道什么地方放 游戏又不是特别 游戏 最有名的游戏是什么 MGS4 外国者之冲 就是那时候出的 其实画质是OK 是好的 甚至现在玩MGS4 画质依然是可以的 但是没办法 这部机器这么麻烦 我要提醒 你说画质OK 其实很大是老王的功劳 其实同一个刚刚说 不记得哪间厂的开发 开发主股里面说的 也有另一个 就是说 我们的开发 在图形开发上非常之顺利 因为我们做开NVIDIA的设备卡 这东西跟NVIDIA是非常之相似 因为都是NVIDIA做的 所以它们开发有部分地方是非常之顺利的 我不知道是好听的说话是什么 它的画质性能强 是完全是因为是老王的GPU 也很厉害的 不跟那个销售有关 销售是专门负责妥后腿 而这个东西开发的 也有这样 不断的拖 而且投入成本非常之对大 是拖到SE破产 我不知大家记不记得 SE是破过产的 最终是要Sony没有公司 它够忙了 它拆开 分了另一间 我不记得叫什么 拆开了两间出来 一间就是做 游戏开发 和软件发行那类的东西 另一间是做硬件和卡卡的东西 是这样斩开了两个SE 现在才合并到现在叫SIE SE当年就是因为这样 用了所有预算 将PS年代赚了钱 全部放出去 就嘔吐了 嘔到自己要整家东西收皮 都是因为这样 虽然数据其实都不过是 六十几亿美金 听起来好像很多 对于大公司来说 这个价钱不是算少钱 想想 一个一个手机动画APP 都可以值5000亿日元 一年头 对比对不错 你最直接的对比应该是 Intel开发CPU一年用多少钱 100亿 一年用了100亿 你整个SELL的周期 都要用了几十亿 其实不是真的很大 问题是 你玩不起那么大 就没这样的头 就没带那么大顶 没 没这个屎肤 就没吃这个射药 他搞这个规模 九多粮明里叫做 搞这个规模 切上这个东西 实在这个饼子画得太大 一间外行的 以CPU设计 或者是晶片设计来说 是一个完全外行的人 你设计了这个东西出来 做了一个 远超于它可以承受的规模出来 不单止因为这样所以它要扣IBM 先说 这个不是SELL的总开发费用 是Sony给了出来的费用 因为IBM和东芝都要付钱 它销不起钱 是因为它真的不应该做这个位 它乖乖地去买现成的去改 将现成的CPU去改 就没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另一个仅次唯一 在主机室里唯一一粒 由零开始 完全由主机开发商 设计制造发行 的CPU来的 以后都没人这样玩过 哪怕不采购现成品都好 都是现成品去魔改 老任向来都是这样做的 其他厂大部分都是这样做的 因为它们犯不起 犯不起这个本 安全的嘛 现成品魔改 起码一样就是 就算怎么改 起码一样就是 现成来的嘛 你不会太离谱 是啊 你从头开始设计是 设计CPU这种艺术 不单只是设计的时候的费用 你要承担 还有中途事物的设计 你设计的一粒x86的CPU 有钱人可以前居可监 就算你由零开发起 其实你都不是真正的零 你都是 有很多钱人的经验 你知道x86的CPU要怎么搞 了不起就给钱买穿你 是这么多的 但是shel是真正由零开始做起 上态度了 甚至你可以用形象来说就是 Sony加上那两个 三家东西以一己之力 去对抗整个 晶片开发的行业 要做到他们做的事 还有那么多年来 累积了那么多年 这个不可能 你想想 所以它设计出来 会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也不是很意外 所以不完全是Sony和IBM的获利 除了你要计 这个当初把太大想头的构材量 这边就是力有不低 力有不低大家都会比较原谅到的 有些比较原谅不到的什么呢 就是古惑东西 360和PS3 虽然发射时间不一样 但公布时间是前后脚很恐怖的 麦克尔苏是早一点点的 我在印象中 这个就是XBOX30最光辉年代 XBOX阵营 我觉得它刚刚宣布公布部机的时候 早一点点的 不是早很多 这个是传统来的 主机界的传统来的 输的会首先发动 次世代战争 从来都是输的发动 SEGA每次都是第一个 都是先个人可以发动的 无论是当初Saturn 还是DC也好 还有前面那部 MD也是 DC那些推广也是 收伦领也是 都是这样的 输过才发动 不过很正常 这个不重要 这个是Microsoft发布完 接着轮到Sony发布 接着大家一看发现 即是技术能 普通人不看的 技术能发现 这个东西那么刺激 虽然理论上 你也是找IBM去做的 但没理由刺成这样的 先不过你计划它由零开始做起了 就算是因为零开始 你也可以参考少少 PowerPC的架构 毕竟那个叫PPE PP是什么 PowerPC 其实PPE的PP是PowerPC的意思 即是IBM 很正常的 你找个人 他做个看家本领 用他的看板招牌的东西 也很正常的 你找阿真道好来做设计 你做了真的来的游戏 好像妖精尾巴 又或者是你做DQ 那些角色 好像龙珠的角色 都何来的 那这个就算了 但是你不是瘋成这样的 虽然两家都是找你做 最终是发现是什么问题呢 当初刚刚发表价格那些 大家还是猜的 但最终我们现在的答案是什么呢 没错 他妈的IBM 将同一构方案 拿出来给Michael索用 真是 这个就完完全全是恶意坑害了 这个Microsoft都 两边各自给他门了一段时间 到真相大笔的时候 已经很厉害了 两档都选择接受 那不要紧了 现在都是用X86系统 因为现在都是 大家都有X86系统 大家都是 先不过你的PowerPC多么烂 多么烂 那个年代 就是Apple烂到要抛弃的年代 差不多是那个时间 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点 据传这个传闻来的 传闻呢 当年Apple都有问过 这个销售的架构 问过它 但是当它一摊出来 我不知道是Apple的哪个 可能是涉装了 可能是其他技术人员 看完之后就 拜拜再联络 这个架构一看就知道搞不好 就搞定了 这个 只差一点就Apple都被坑了 Apple有一样 他在这方面 他就吵了什么 吵了什么 WUO又出得慢又热 根本顶不住 他就能用它 那时候才是一二或不说 一扭头 Intel转机 Intel 先说 可能有些人会误会了 其实 不是因为 Apple见到Intel Core 2 Core 2 的性能强 发热低这种优点 之后才转过去 因为它之前其实用过Core 2 Core 2其实是一粒非能上之热的CPU 其实不会比当初用Power PC好很多 不过它后来就用回架构之后的Core 2 那时候的Core 2不是现在 现在Intel那粒就变成同一样的情况 但是有一个后话料 斜远了 那么就回来 这个IBM 其实IBM都不是完全全心去这样做的 是其中一个部门去这样做 那个部门就是专门负责和人合谈 制造它的 那些 Custom的晶片 刚刚说这些由主机制造的那粒CPU 是客制化的 晶片 那个部门 不知为什么 将一个本来应该机密的 Sell开发资料 对了给Microsoft的人看 Microsoft的人看完之后觉得 这个架构 然后拿出来用 是这样的 但是 问题就是你一开始就不应该给人看的 这是设计机密 你竟然给你的竞争对手看 大家都知道 你XBOX要出东西了 接着你PS要出竞争对手 你将竞争对手和你合作的项目 拿给别人看 神经病 虽然理论上你也是其中一个东主 但是 你想到想到多么神经病 而他也知道自知理规 是很长一段时间 是两边各自隐瞒的 但是最终大家都知道 屎包不住火 没有啊大佬 因为一部机出了卖的时候 对方还是拆机 一拆机 不用出了卖 没那么快 没想到这么迟 很早的 那时候 开发到一半的 没有实体 好像已经有样品了 那时候两边终于知道了 你就想到了 传闻 人多口集 这么多人可以开发 人多口集 始终他们会知道的 对质完之后 IBM会批准 没错 两边都有 但是 你不坏得我的 理论上我都有份开发 这个卖 我都是主人之一 为什么就是优惠 因为你丧利和麦克尔索是敌对 我就不可以让人看 这样强词夺理之下 大家都是 米二乘吹木已成舟 算是出你不脑 出你不脑 那一只 现在你紧紧不让开发出来 因为我060就要用了 为什么这个360可以早一点用呢 因为虽然它是看中了PPE这个架构 但是它不是好像Sony那样天才 1加8 一个CPU加8个协处理器 它是用上一次的公式 用3个PPE造成一个架构 即是三核心CPU 我现在的说法就是 相对来说 它的难度就低很多 没有那几个来乱的 开完还比不开的协处理器 而且它是大幅强化了三颗的运输能力 然后再加上当时很厉害 当时很厉害 当时很厉害 你记住一下 当时不是现在 当时很厉害的ATI GPU 所以它出来的效果都不差 就是这样 你想想这个IBM Sony本身已经是有九多的能力 吹神吹大了 吹大了 反正反而转了 还有IBM这个真猪队友 不止猪 还是欠你的猪队友 有什么惨得比有猪队友 一个会贝刺你的猪队友 所以结果搞到开发得慢 而且它中间还在这个测试期里 停工了似两个月或几个月 结果就是两边有不同的做法 360不等成品的测试 最终量产前要测试 量产前测试测试完之后就锁定了 版本要锁定了 你不会往后量产 你要下一版才会再改 不然你没理由 我出来的成品两件不一样 每一批都有不少不同 不可以的嘛 同一批货 所以他们要锁定了 接着要开始做量产的工作 Ecosop最终选择挑 他另外找生产商不找IPM 另外找生产商做晶片的量产 结果因为缺乏测试 死亡三红就是这样的 因为没有测试试下 另一方面就是 当时Xbox 7真的很好卖 甚至现在标准来说 XY不最好卖主机 多人买主机 利率一定低 那份不太大嘛 不关事的 不关事的 是当初的设计小失不是的 后期的360 其实已经改良了这个问题了 他是因为冷缩而尽脱汗 他当初因为不够测试不足 就没有测到这个问题出来 如果他早一点 后来改了制作方法 改完之后 其实问题已经大幅减少了 问题就是 大家一说三红 大家一说主机就是三红 其实后期的收入力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 三红问题已经 就是如果他当初肯等下这个测试 或者当初IBM不是停工 不是停电还是什么事 停工了几个月 而没有了测试时间 宝贵的测试时间 就没问题了 那PS为什么后面不是他那么英明神武 是因为两个问题 第一他不是好像Intel那样 找到有人帮他做量产 但他要靠IBM量产厂房新生线 那你就只能等他回复 第二他搞GPU那边都是很不顺利 因为他同意要搞这件事 但刚刚我说过了 就是他先打算自己开发 然后再找NVIDIA 他在这个时间里面 刚刚与着刚刚两者一起去延解 所以PS3虽然很冷热 但他是没有三红问题 类似三红问题 没有的 就是因为他迟了 这个是他因祸得福的部分 本来就自大都不幸了 再加上主导友 然后他扭头发现什么呢 这件主导友 还要背斥你是为什么呢 他把完整版的销售 拿去买给人 拿来做伺服器 他把完整版的销售 拿去做伺服器 拿去买给人 然后Sony才发现 你又 马沙你计算我 很明显是计算你 虽然最终因为太贵 成本问题 不算很好买的 然后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样的故事 美军买过一大堆 我记得好像200-400部PS3 把它串连起来 然后做成一个伺服器 而且这部超级计算机 这个超级计算机 性能和相当性能的机 是它的好像不知几分之一价钱 这个九多梁吹水的其中一部分 其实是真实实现实的 而我不记得大家自然记得 其实有个计划 刚刚PS3的时候有个计划 是一个蛋白质截跌计划 用PS3参加这个蛋白质截跌计划 其实对人类也有多了少少贡献 对癌症药的开发 我记得就是 那个蛋白质截跌是用来做一个前置研究 这个PS3需要化方面的性能 其实又不是真的没有的 只是太过前卫和游戏不需要 最坑是这一样东西 游戏为什么需要一个伺服器的性能呢 这件事跟任天王刚刚相反 任天王就是什么 绝对不需要的东西 甚至连一些比较必要的东西 省得就省 任天王为什么不存在 卖机赔机的东西从来不存在 就是他设计的东西就省得就省 他宁愿你不够 比比较好多 但他这部机 甚至现在PS5也是 他比较多了 当初PS5宣称有8K输出 实际上没有8K 4K都不需要 现在很多游戏都 不是不需要 是做不到 用不着 最简单 用现在PS5来说 当初PS5宣称8K玩电视输出 4K 但实际上很多游戏 HD画面已经很足够 比较多 比较多 不是多不多的问题 是有很多游戏 行4K的话 连30个FPS都做不到 你只能缩 你不要忘记 8K的分辨率 是4K的4倍 所以它运算的东西 很简单地 真的直接乘4 你连4K的运算 都是慢慢的 更加不要说要4倍的8K 这是他斩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做不到 这个口罩 我已经说了很多年 真的很多年了 我应该说 PS4年代 应该说 预言也好 吹声也好 当画质到了程度 4K 8K 其实你的肉眼 是分辨不会很明显的 最后就是HD和4K 当你说 你和电视机画面 都是一公尺来说 其实你的翻面 是不会大的 比4K 实际上 你的肉眼 是不会有可见的 很明显的 感觉漂亮了很多的 那另外就是 这变成是什么 是不需要 你只不过增大了 你总多4倍负担 但实际上的效果没有4倍 甚至根本上没有分别 那 这才是问题 其实你讲成本削減 就还有的 后来 搞了 在PS3上市之后 没多久 就破产了 那些东西 就退了下来 被人逼供推了下来 都很正常 你搞了这么多 几乎将Sony赔了上去 曾经 PS3出了之后 没多久 我忘记了 是因为严重的亏损 Sony差一点 成间破产 是成间 不是SE 是成间破产 最终它勉强才可以 只是破产XCE去搞 Sony是元气大伤 整个Sony现在搞成这样的款 有很大一部分的责任 是九堆梁搞出来的 我们特派宣言 骂了很多次的那个 很多Sony厨骂了 但你骂还骂 九堆梁才是最要骂的 它是出来执手末的 如果不是它将Sony搞得这么糟糕 凭着它本来这么厚厚的本质 或者反过来说 如果是Sony最巅峰 不要就是巅峰 PS2最巅峰的年代 就接了手 是不会出现这些东西的 以它那样的国家人证价 是不会搞一粒销售出来的 一定不会搞一粒销售出来的 基本上整间Sony差一点就被销售 搞到折卖了 你想想多么严重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后来它迅速地 PS3 迅速地淹过了非常之多不必要的东西 硬件上面淹过很多 为什么它在后面可以又轻了又小了又扁了又便宜了 其实是靠它的 所以你说它朱本不时都说它执手 在这个年代后面就是后面的事 在这个年代其实它是在危急资源亡之秋 救Sony与倾台之间 真是没有夸张到的 救援头手来说它算是做好 起码只剩下一场吧 因为用国家来比喻 就是紧缩经济的政府的手术 也好总统也好 一定是被人骂的 你走紧缩经济 但是你不走会整个国家破产死的 那时候就是它救回整个Sony 所以我不会让它抬抬抬抬抬的 哪怕它后面晚年就算了 这些就是后面的事 我们现在这里讲到的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救亡主 这个Sony PS3就是一个这么奇葩的Sony 所以为什么它是一个超乎主流主机的价钱 超乎了一般规格的重量发热功耗 就是因为基本上全部都是当初立了一个太大的假愿景出来 这些东西就是开箱 它当初开发的这么困难 省河了多少人 虽然理论上IBM后面有做过背刺行为 但理论上它也是被人省的 如果当初不是它有人弄个这样的卖东西出来 它也不会什么 而对它来说它也没办法的 因为弄完这件收山座之后 它真的被它收山座 接着Apple又一脚踢了它 IBM几乎彻底退出这个市场 但是叫个人电脑市场 退出了这个浪人电脑很少 不然现在就用伤害了 就是个人电脑级性质品的市场 几乎 当年是很热闹的 IBM说成最大营交 大家还记得 因为当年都是用IBM的 那时候以为是前途一面光明 但实际上其实是它收皮的前兆 所以说PSV才是最精彩 不过有部分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当年 在美出的时候已经在说 我很记得当年我写博的时候 已经写了很多文章 去吊构PSR 现在事实证明 我没有骗到大家 我预计是正确的 当初吊了这么多 吊了狗多 吊了这么久 吊销的东西 无能吹水 全都是事实 虽然那时候我是不知道 这么多问题 不知道背后有这么多东西 因为我只是看表象 热重贵 和正常的主机 短小轻薄 和老任的 短小轻薄 他成功知道就是短小轻薄 这个是完全背道而似 虽然Sony从来都不说这件事情 神经病 现在的PS5 大报导 我现在都看见到 不能搬回去 虽然很便宜 这个有赖于 现在的Display 发热量 主要是发热量 它里面很大的重量 你拆开你就知道了 它里面很大的重量 其实就是血声 不过关于我想讨论这个问题 我不想再说了 因为这是更加漫长的讨论 所谓认为游戏机 已经去到一个 你再硬升没意思的阶段 我们现在讲历史 你讲将来再计 过去其实 应该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PS4应该很难够 是 PS4铺 很多人都觉得现在很难够 现在是PS4铺 不是PS4铺 不要用这些 Elder也不太笨 PS3的失败 到PS4就叫做什么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首先你说 你什么够用的东西 一定会有人吐槽 你50K够上网的 算了 这个不重点 PS4的成功 其实是全靠对手朱导游 XBOX1发布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各种各样的问题 虽然不是在今集的讨论法 但我留意一句 在对面作死 其实是 反过去PS3 XBOX360为什么成功 其实很大部分都是在对面作死 如果不是PS3那么作死 是不会加成这样的 不作死就不会死 刚才因为它的开发困难架构复杂 做导致的开发困难成本贵 热重这些问题 令到它迟了出售 让XBOX30拿出电机 而且还要是PS3早期 刚刚出那时候 空前的软件缺乏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问题? 没有游戏出的 当时不知道什么事 现在就知道 为什么它延期再延期 到现在就像人禁迟出 你和人家几乎同步开发 像人禁迟出 你依然是没有游戏出的 讲漏了一件事 据传 因为它本来是打算出个 只是用键去做GPU的部分 它当年据传 是做了一部 只得键开发机 给一些厂商 你要提出开发机给人的 这些开发厂商是屌老母 屌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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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连GPU都没有 我做一条毛 做一条毛 然后不知道什么技术人员说 应该不是这么高级的人 应该在下面说 没事 我拿来给你试试开发环境是怎么样 屌老母 屌老母 你这么乱 你跟我说 就是用来测试开发系统 就是多么愚蠢啊 所以为何这些游戏会出那么好奇 就是因为它很迟些 那些厂商才拿到真真正正有全套系统的开发机 不让大家看到实物当时做很多 那变成就是 其实都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它是给一部新主机 永远要提早一段时间做开发机出来 哪怕那些东西可能是很贵 有些不足之以设计也好 你先被人开发住 那别人才可以准时跟你这部机一齐出的嘛 因为它开发机实际上连GPU的开发机迟 当然也包括了好池 确定加入GPU 好池才决定要找NVIDIA 可以先搞到好池才有开发机 所以为何那时候会那么空前缺游戏 就是因为大家还不切 你这么迟才被开发机给你 我怎么做一次呢 也搞到当时买一部机 也好 你也是玩PS2的游戏 然后还要碰到刚刚的 它对PS2的模仪 又脱脱漏漏 所以变成它出师其实是不折的 如果那部一部新机的话 全家拿了 不是因为大家看着你PS2的王朝 大家还肯给你几分拼面 还有没有其他对手 那时候任天堂已经是自己玩自己了 你完全跟他们两个竞争对手不同 XBOX 所以为什么XBOX那时候是大幅地进占 其实不是因为360有多好 360问题也不少 刚刚也看过了 主要是PS3太多问题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了 其实是这样的 两代都是这样的情况 一代就是PS3太弱 太垃圾 结果就对比出来 360就做得不错 接着就是XBOX1 作死作做得太多 结果搞到PS4躺着又赢 是这样的这个业界 超出了我讲的范围 PS3年代就看到这里了 PS3年代 我觉得这两集加起来 基本上等于星吐九多耐木劫 不过不要紧 大家知道我从第一天认识的时候 我已经是Sonyhack来的了 这两个 这次数PS3年代就数到这里了 这一两集讲 这个早期游戏的硬件期巴士 到这里了 后面前面我是没打算做的才说 这个星期就到此为止了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